哦 急累 渗透力非常强 连续的拳分看到 魏宁辉被称为催垒专家 不止一次用自己 非常强而有力的 重拳 特别是基辅拳 KO对手 我们看到比赛开始的时候 科斯特不断地用这个远距离的 腿法来控制魏宁辉 我们看到双方的开场 都是非常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南兴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 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补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 200 重腿 都会扮以魏宁辉的 再次非常重的重拳 与防守反击 所以说 又是一个 中断的扫踢 但是呢 魏宁辉这场比赛 看到打法呢 是更加的多变 是的 对于支撑腿的这种勾踢 连续的技术 走 推 推 退 退 维尼辉在反复的尝试 同一种技术动作 就是接腿之后的重拳反击 在上一场比赛 扑轮决39东莞战中 维宁辉是击败了 来自哥鲁吉亚的名将吉奥吉 维宁辉非常的放松 打得特别的自信 维宁辉给人最大的感觉是 他非常善于打破对手的节奏 再一次的接腿反击 非常漂亮的一个带摔 这个时候看到科斯特还是在一如既往的使用自己的得意技 扫踢腿给维宁辉与反击 科斯特现在还是主动的在做自己的进攻 只不过是在多次的进攻 挨到了魏宁辉的特别重的反击的情况下 科斯特略微的有一点紧张 刚才有一个是刚扫踢是刮送到了魏宁辉的下额 再次的接腿 魏宁辉是直接的基础 魏宁辉先以低扫踢开路 又是接腿之后的直接的重拳应迹 科斯特 科斯特的风格是稳扎稳打 腿法灵活多变 侧踢 渗透力非常的强 连续的拳法看到将近已经超过十九拳将近二十拳连续的拳法 刚才那一时间 科斯特已经是被迫采取禅报 科斯特开始连续的腿法的重击 内衣表是无所谓 漂亮的接腿帅 这个时候 对于科斯特来说 应该是 是时候改变自己的打法了 因为自己虽然是腿法十分的擅长 但是多次腿法 被魏宁辉以重拳的反击 科斯特现在起腿的话很容易被接腿 但是打拳的又不是魏宁辉的对手 有一次对支撑腿的勾踢 在这个回合 魏宁辉明显的是增加了自己的进攻度次数 大量的快摔 魏宁辉这种快摔和接腿摔虽然说不能得分 但是会给对方的节奏造成很大的干扰 连续两次测踢 我看到又是连续的 连续组合拳 可斯 几次的高扫踢都是险些命中魏宁辉 再次的击打肋骨 车踢 车踢 车游家的互换 韦宁辉的常委知道 让韦宁辉把科斯特逼在边角 失意中计 但是科斯特 科斯特的步伐 还是毫无后退之意 刚才韦宁辉的高扫踢是 险些打到 漂亮的后手拳 再次的后手拳 到第三回我们看到 科斯特的低扫踢 还是颇具 还是颇具杀伤了 因为呢 我们看到前两个回合 科斯特虽然是多次被魏宁辉接腿 但是到第三回合 还是非常敢于使用自己擅长的腿 手拳推开之后 是可以马上进行反击的 侧踢 科斯特的反击 反击的低扫踢 也是非常的快 又是连续的重拳 连续的组合 这是科斯特有打到 魏宁辉的当部 比赛继续进行 魏宁辉的后手重拳 再次命中 刚才这一下呢 是惊喜了魏宁辉的怒火 老草地 科斯特的这个低扫踢啊 确实角度十分刁钻 而且出的也是非常突然 连续的快摔 被双方看到一个扇拳 一个扇腿 比赛所胜 职业不多 又是一个高扫地 非常冷 漂亮的后手拳凝击 再次的接腿 魏宁辉今天呢 也是由家人到现场 加油诸位 魏宁辉本场比赛 他的父亲和哥哥 今天也在比赛的现场 直接击辅 再次的魏宁辉 连续组合拳进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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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